挨饿荒野 听名字就知道这游戏啊吃是最重要的 毕竟是生存量游戏 亏啥都不能亏带了肚子 开具一棵树装备全靠怒 虽然我也不知道竹叶为啥会长在这种树上 我呢为啥又会是一位穿草裙的壮汉 力大如牛还能当手扛木头的 但我知道这些都是我存活下去的必需物品就OK了 按照生存法则第二条 吃的解决以后 柱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修建一套属于自己的别墅 优雅的造型柔美的曲线 以及精致的饰品大气势化 品质与优雅共存 这未免有点太寒酸的吧 看材料需要藤条树叶和木棍 炖起来一定很香 做个路标免得迷路了 哇这么多啊 听说挖这种坑会有好东西的 我记得贝也说过 这种虫子去掉头可以直接吃 更何况难以也尝过 木头也扛回去说不定还有用 在我的不切努力下六天时间小别墅终于完工了 好看 不解释 没想抓过鱼开开婚的 这大妙的这么打野战王就是抓不住鱼 吞的食物好像基本上都被我吃完了 哇 小年肉食的味道 其实青腕也算一种棺材 肉不多但也不至于饿死啊 想必你已经了解了我的处境 这就是我目前的生活 啊 真是惬意呢 啊 啊 啊